电视剧《家族荣耀》马士集团陷入危机 真心作为幕后推手竟然却马士红同意收购计划 这样才可以保留马士作为马家的长辈 马士红自然不甘心 所以亲自上门让马展红收手 停止收购计划 而马展红一直为马士红绑架自己父亲的事情而耿耿于怀 他只想让马士红道歉 并没有打算要整个马士集团的股份 而真心却贪财炼权不肯罢手 贾洛仪知道能够力挽狂澜的人马展红 所以他把和其里拍到的短片给了马展红 同时马展红也知道了自己父亲去世的真相 他为自己的所做的事情感到后悔 所以前往马家给众人道歉 虽然这个时候马展红并不是马家人最受欢迎的 但是马展红也是真心给大家道歉 希望可以挽回受到损失的马家 在大哥马耀宗看来 大家都姓马 兄弟同心齐力断金 马展红临时倒戈帮助马家 但是真心却始终坚持 在召开的股东大会上 真心跟迪罗斯只持有马士41%的股份 本以为稳操胜券的真心 却被临时出来的神秘股东龙承天打败 马家的股份是不会给马士以外的人 但是龙承天是特殊 如今他把自己手中5%的马家股份行使权交给了马招慈 这样便拥有了43%的股份 这一局马家稳赢 真心明明已经拥有了马家11%的股份 但是仍然不知足 在马士红住院的时候 他发现马士红在修改遗嘱 所以他马药祖真正的死亡真相说了出来 而且他还把替换药物的事情统统说了出来 不断的刺激马士红导致其去世 真心才是让马家家破人亡的那个人 他本来就贪恋马家的权势 只不过在得知马药祖还有私生女的事情之后 彻底对这个男人失望了 所以在发生车祸的时候 真心对昏迷不醒的马药祖无动于衷 甚至把曼迪母女死亡真相证据一同烧毁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真心一错再错 已经无法挽回 成风 曼迪母女的死亡真相已经水落石出 结局已经注定了 迎接她的只能是认罪辅法 承担自己做过的错事 真心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但是曼迪的妹妹却不肯放过她 还在畅想自己出狱后的美好生活的真心 估计也没有算到这一步 你觉得真心最后这个结局怎么样呢